特勤小左赫枪实弹看到目标出现 马上大声喝斥 大阵仗找上门一旁的女子吓得放声尖叫 光着身子狼狈落网被压制在地 原来他是暴力讨债集团主贤 而且涉嫌十月中这起案件 号召大逼人马在派出所歪叫嚣 还出手推计整个场面差点失控 家庭债务纠纷演变成挑战公权力 最终暴力讨债集团被警方瓦解 这个集团今年九月开始多次从中部地区南下暴力讨债 他们会到被害人的住处 叫嚣泼妻等 最后还因为旗下成员被捕 心声不满到派出所聚众行径非常嚣张 全案依违反刑法妨害秩序恐吓强制等罪嫌 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为首的河神两贤经地检署向法院申请积押 获准 这回警方缤纷多路前往高雄及台中等地 将主嫌及成员逮捕归案 现在他们也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华视新闻网友林玉哲许立森高雄报导 你好我是宋燕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